小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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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他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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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殺人未遂犯檢新男子 在逃亡四天之後 22號晚間在新莊落網 來 來 走上來 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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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龍警方 將他押送到警察局 第十分局偵訊 警察局長翁群能親自對外說明 減嫌在脫逃將近5個小時以後 醫療的院方才通知我們 我們接受報案以後 就非常的投入組成狀案小組 那本市的市長 以及現任的黃明昭黃署長 那都會非常關注這樣的案件 那今天特別在藉這個機會 非常感謝我們通報了以後 新北市警察局 台北市警察局 刑事警察局 大家的通力合作 然後情資的分享 由新北市警察局 新莊分局 將檢嫌逮捕到案 新北警方是在22號晚上7點半左右 在新莊區 雙峰路一處公寓大廈 將他逮捕到案 當時他已經變裝 換穿其他衣服 我們專案小組了解 他是做工之後 就是在新莊活動 在新莊住 所以這個包含他的活動軌跡 什麼都在新莊 他的習性都是 就是 其實他的 從我們第二件事情發現說 他其實不太吃不太睡 有時候會喝個飲料 那這個其實並沒有去領 比如說 再提供免費餐飲的地方來取用 所以說也增加了一些茶器的困難度 完全全程走步行 步行的方式 他比較喜歡走巷子 甚至說他會來回走 隱匿在這個旗樓等等 所以這個在釣魚監視器的部分 會比較會有死角來 需要說仰賴各個店家 住家的一個監視器來輔助 來調閱 由於檢新男子 遭到基隆和台北 兩個地檢署通緝 警方將在偵訊之後 將送基隆地檢署 再解送台北地檢署歸案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導